跟媽媽一起出去吃飯的時候 一樣 就流行短板的衣服 你一走進來 明明就是穿得很漂亮 應該會被稱讚 媽媽就會想說 然後就說明明很熱 她說室內冷氣很冷 你不要穿這麼短 你擔心以後那個子宮不好 你生不出來 去 會一直痛喝你 然後點了餐 就說 媽媽就說好 那她去點這樣子 點完以後回來 因為她就點冰的嗎 媽媽們她們囤是囤得很誇張 可能藥局 有的時候有在賣奶粉的 她們進去 她們是架上所有的 就先買 掃光 然後我陪她去的時候 我想說你買那麼多罐幹嘛 真的有便宜 你可以搶 但是你有必要把架上的 全部掃光嗎 妳知道為什麼嗎 今晚開戰吧 你笑真的 我覺得現在好像有 大部分人好像在一個職業久了以後 都會有職業病 對 像我那天就是在一個早餐店 然後碰到一個阿姨 然後她就說 我知道啦 她一定就是叫你說 帥哥 不是 這個不是職業病 這是事實 OK 不是 就是排在我前面一個小妹妹 她就是要點了一杯冰紅茶 那個阿姨就開始就說 真是要幫她換熱的 對 她還說妳們 妳要一直喝冰了 喝冰了 妳以後萬一生不出來怎麼辦 而且還繼續睡 妳們年輕人就是這樣子 不會照顧自己的身體 像我女兒一樣 熬夜 然後都吃一些垃圾食物 然後一直在那邊 一直睡睡睡睡的 傲少年 對不對 所以我看這一位阿姨 是媽媽的這個職業病發狼 對 所以觀眾朋友 媽媽的職業病 就是把所有人 都當小孩寵愛呢 還是說 她什麼都要管 管到妳想逃 歡迎收看今晚開戰嗎 首先歡迎職業病 無藥可救的失控媽媽 是嗎 失控媽媽 是嗎 愛啊 我這邊是那種 滿頭問號的不解女子 什麼 好 好 哎呀 還沒當媽媽的 都是這樣 對啊 人的媽媽真的不知道 妳就知道了 對 不懂 都說好 媽媽是這世界上 最辛苦的職業 就24小時待命 還沒有什麼年終 沒有年假可以放 然後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還一天到晚 要接到客訴 對不對 關心別人 然後被不解 什麼意思 一連串的這些職業傷害 對不對 就有網友分享 自己在冬天的時候 穿這個短裙搭捷運 沒想到就一位媽媽走過來 就對她這樣 打量了一下 上下打量一番 拿出在家念小孩的氣勢 就說 小年人啊 在外面幾度 看得像在穿茶館 一直唸 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自己也有小孩 關心 對 關心 要不然以前真的單身的時候 誰穿怎樣 跟我屁事 對啊 我覺得媽媽們 本來就已經夠辛苦了 他們就 一定要念老公 念小孩 那就可以稍微輕鬆一點 不要念到我們朋友身上 是不是 就是我們也是體諒媽媽們 就是讓他們少念一點 就少做一些 也會讓我念得思考 好啦 網友對於這種感覺 就是說媽媽真的愛念嗎 沒有 是真的愛念嗎 真的是有那種 才碎念的媽媽 我們請宥妍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而今天將由特派員宥妍 為網友們說出心底話喔 本集今晚開戰 把觀眾粉絲團 還有女人心事聊聊專區 我們就來整理出 到底有哪一些 當媽後的職業病 我們來看一下排行榜上的第五名 就是對朋友 都會下意識地出口叮嚀 檢查東西帶了沒 這占了9.7% 那排行榜上的第三名 就是把身邊的人 通通當作自己的小孩 看不慣 就忍不住想要碎念一下 這占了19.4% 有網友就分享就說 她以前自己的閨蜜 是一個跑趴王 自己出門裙子都在比短 都在比農的 結果她誤入歧途 生了小孩之後 沒有想到她整個180度大轉變 轉變成什麼樣呢 只要她們姐妹約 然後聚會晚 她就說 晚上10點有點太晚了 你們這樣要早點回家休息 不然對身體不好 完全轉變成老媽的模式 這下該怎麼聊天呢 好啦就要來問一下 當媽之後 只要看不慣的事情 你真的就會忍不住想要碎念一下 會這樣子 對啊 因為你朋友也是 都是大部分都已經有生小孩了 很多都生了 就一半一半 但是當媽的 妳為什麼還不生 我不要 我不想要步入 誤入其處 對 我不能誤入其處 我跟你講 我一個媽媽朋友 令我最惱怒的就是這一點 就是她會在那邊念說 妳的衣服多到都沒有路可以走了 我覺得就這樣念一念 當耳邊封我覺得就算了 但是呢 就是很多次 我們姐妹好不容易 可以喬出一個聚會 因為你知道 很多當媽的也很難出來 我們喬到一個聚會 就在家講說 吃吃小東西 喝喝小酒 悠悠哉哉 雖然家裡不大 但是你就舒服就好 自由自在 對 但結果我這位媽媽 從門口開門 一進來就說 天啊 妳東西怎麼會多到這個地步 然後就開始一路碎念 你看 那一疊衣服是什麼 那一疊 那一疊衣服跟這疊衣服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從頭到尾 我說這一疊是新的 那一疊是穿過 還不要洗的 然後就是我每一疊 還得介紹給她 然後她除了檢查完客廳 還要進房間檢查 然後甚至她差點真的 她說 妳洗藍的衣服還沒洗 然後我想說 關妳什麼事 她要幫妳洗嗎 那妳就這樣 妳幫我拿去洗 所以妳為什麼不丟去洗呢 她說妳不洗 我幫妳拿去 我說不要 拜託 然後我好不容易說服她 又從房間走出來 回到客廳 大家就已經悠悠在在 要開始吃東西 喝東西 她停不住 立刻起身 看到我沙發旁邊有一區 就是新的衣服 但還沒有掛起來 還沒疊 她就開始一個人就在旁邊 疊衣服嗎 疊衣服 站在現場 疊衣服 妳邀請人家去家裡做客 妳也不稍微收一下 然後這個奇怪的環境 誰不充啊 我把可以做的 就是座位區都已經清理完 餐桌區都清理完了 那進去聚餐好像越過障礙 沒有 因為障礙在那個凹槽處 她躲得好好的 然後她就一個人站在那邊 她就給我摺衣服 一件一件疊 然後疊疊疊疊 疊了第三件以後 我說 哈囉 妳疊到是另外一個姐妹的衣服 好嗎 她說說 我的衣服在旁邊 人家趕脫下來 是妳要給她疊 她在那邊一直狂疊疊疊疊疊 然後我們所有人都拜託 她說妳可不可以停止 妳就好好 我們享受一下 我們今晚的聚會好嗎 然後她就一直邊聊 就是一直罵我罵我 罵... 然後姐妹們本來想說 可以舒服的這樣聊個天 什麼講個八卦等等 就被她一整晚疊疊疊疊 結果後來疊到很高喔 疊到很高一層 有沒有 她這個朋友 很適合去上次那個搬家 幫她整理的 整理的 現在很流行 然後後來就很怕邀請她來 因為就覺得壓力很大 就像妳講 我好像變得 我不整理都不行 她除了會幫我整理之外 就over整理之外 她更誇張的是 比如說有的時候 我們閨蜜會晚上聊個小天 然後頂多聊到 十一點 十二一點 她說我差不多要去睡了 我說好啊 你去睡一睡 我是夜貓子 她就一直看不慣這一點 然後她就一直說 妳趕快早點睡 妳這樣對身體不好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說我知道 我已經盡量在調 她說妳哪有調 妳還不是那麼晚 我說我已經可能從 從四點改成三點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妳這樣怎麼行 妳趕快我起來 就去睡覺 因為我就是你知道 大家工作完放鬆 回到家一定會想要 先Line一下 Line沙發 然後翻翻電視 然後看個劇什麼的 然後我就很不祥動 她就掛電話 請問妳現在給我起來 我說起來幹嘛 妳就進廁所 我說進廁所幹嘛 她說妳就給我進去 直接先洗澡 然後我說 我待會兒就會去洗 我看完電視要去洗 她說不行 妳向我開視訊 然後我說幹嘛要開視訊 還要看妳洗澡 對 我是看洗澡 她是要眼睜睜 一定要看到我起身進廁所 她才肯罷了 妳進到廁所 妳又坐在馬桶那邊 然後又打狗起來 對 對 但她不覺得 她覺得只要把我弄起身了 就OK了 所以她就11 2 所以妳無法回到家 就先洗澡 把東西弄好 再Line在沙發上 我不行 我一定是要賴過一輪 我才可以去洗澡 萬一回來就是會有細菌呢 對 如果 看媽媽 對 那我就沒事 不是媽媽是不是常識嗎 沒錯 真的 我也都是到最後一刻 要坐在一起完整 因為這個媽媽沒有關係 這是我從國小 回到家我就第一件事 一定會去洗澡 這就是好的生活習慣 我就是一個習慣 可是我沒洗 我沒洗澡前不會碰床 所以妳就站在半空中嗎 我就在沙發 沙發 對 我沙發也是有細菌 看客廳的沙發 然後後來反正 妳看多奇怪 是不是無法理解 因為婚女兒也是這樣 然後回來就把SGADO弄得超亂 因為她回來 她就要先賴賴沙發一個小時 一定要 然後又不解功課 因為妳想要放空 到底要多空 因為剛剛不是 妳的人生以後都是空的 沒有紀律啊 我跟你講這是愛 妳老了之後會感謝她 真的 好嗎 剛剛講到的細菌 前一陣子病毒不是很嚴重嗎 那個媽媽妳也很嚴重嗎 對 妳好媽媽 還好 前一陣子病毒不是很嚴重 那我請問一下 妳的朋友們進到妳家的時候 首先有沒有先洗手 沒有 首先她要跨過障礙才能進到家 妳要不要聽嗎 然後把她要進到廁所 她要撥住才幫她洗手 真的 洗手間的事情 連病毒都爬得累了 連病毒都很累 洗手間的事情 我相信每個媽媽們 妳應該也是非常感同身受對不對 沒錯 一定要 我覺得在疫情期間 政府應該頒給所有的媽媽們一個 防疫小兼兵的優良標章 因為在防疫期間 就是我覺得媽媽們出門 可以不要帶錢包 也可以不用帶鑰匙 但是一定要帶兩個東西就是 濕紙巾跟噴噴 對 消毒 對 消毒 然後那時候就是因為你知道 小朋友出去都會亂摸 然後那個疫情又很可怕 所以就例如說她只要上個手扶梯 我就開始狂奔 吃飯之前一定要洗手 然後釋金 然後消毒 什麼有的沒的 然後這個習慣 就是一路就延續到了至今 因為就覺得好像滿不錯 因為小朋友的確 就是有洗手 有擦手 真的是會變得比較 妳看那陣子 根本就零 對 就零 就完全不會生什麼病這樣子 然後呢 於是我就是也會一個不小心 管到我身邊的朋友們 就是例如說呢 有一天我們大家就去聚餐 那因為現在可能疫情 比較沒那麼緊繃了 所以大家就可能 坐下來就開始 分個那個什麼筷子 什麼就要開始吃了 然後我就整個人 超害怕的 妳們這些人到底洗手了沒 妳現在還會嗎 我還會 我說妳們沒有洗手 然後在那邊分筷子 然後在那邊摸三句 然後我就開始把每個人的手拿出來說 噴噴噴給我噴 於是我就說出來媽媽經句就是 不洗手 難道妳們是要把病毒給吃掉嗎 真的 你們現在呢 撞大人的免疫系統 什麼 免疫系統 真的 真的 然後蠟燥吃蠟燥多 沒有 我之前看有人噴那個消毒水 噴到手有點爛掉 手有很多 所以噴完要握手霜啊 那個是真的噴太多 但起碼要洗手吧 吃飯前有洗手 洗手本來就是在有沒有病毒 不管有沒有洗手 但是重點是 現在就是很多年輕人 他們就是會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會非常的暗雜 然後就會逼迫大家 現在全場起立 去給我洗手 不然就給我獅子巾 一個人一個人一張 然後那些單身朋友們 就會無法理解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這是個人習慣問題吧 那不是媽媽的問題吧 而且這樣你們手昨天碰了什麼 真的 段夜三點出去都在幹嘛 真的 單身女孩 感覺到什麼 我覺得其實現在病毒 我覺得不是前一陣子 像我兒子 他11月初 他才因為 就是一直感冒高燒不退 然後就是不知道為什麼病毒傳染 變成肺炎 住院補天 那是不是最近流行的那個叫什麼 梅將菌 不知道 醫生也跟你說查不出來 因為病毒太多種了 因為現在大家都拿口罩了 那你看病毒多可怕 然後接下來上學之後 到了11月底 又來了第二次的常病毒 然後他又 在家休息了一個禮拜 全班也停課一個禮拜 所以你們知道病毒 對小朋友多可怕 即便到現在口罩禁令 都已經拿掉了 我覺得還是要戴口罩 因為醫生說 就是因為大家口罩拿掉 所以整個病毒大融合 才會那麼多嚴重 而且不是只有小孩子 連大人都是 然後像我跟朋友約聚餐的時候 就大家基本的來 一定就先去洗手 因為哪怕你剛剛坐捷運 或開車 幹嘛一定有灰塵 那你待會吃飯 一定拿個東西 就會有細菌 所以基本上洗完手之後 這一段好吹迷 小孩子 不是 小睡 有一點 不是 洗完手之後 我還會再噴 像你剛剛講 酒精很傷熟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很多研發 所以我就用那裡水 它就是什麼不傷酒精的 對 它還原成小 不傷酒精 不傷手 對 它不是酒精 它就是噴完手之後 然後對 大家吃完飯 然後在期間 我朋友如果咳嗽 我就會說你是不是喉嚨痛 有點感冒 因為其實大人感冒 基本就是喉嚨痛 然後有點流鼻水 可是一般大人免疫力強 所以不會去看醫生 可是小朋友不行 如果你們 你們怕去圍到我 我回去就圍到我 那我就更麻煩 可是我覺得很多媽媽很緊張 你有沒有問你那個朋友 他是不是只是吃東西嗆到 然後你就馬上 哪怕嗆到 我跟你講今天最可怕的就是脫衣 要不然幹嘛戴口罩 所以我就拿出了口腸噴霧 幫他嘴巴噴霧 沒有 我跟你講 是因為他小朋友還小 對 還小的時候真的很可怕 以後你們自己生小孩就知道 因為那幼稚園進去前半年 沒有一天不生病而已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天啊 這天底下怎麼有這麼多病毒 其實小孩子真的有時候感冒 是真的增強免疫力 他有沒有披披 應該是說 因為你們無法理解 家裡有小小朋友的 對 因為家裡有小小朋友 不是說增加個人免疫 是你會影響到整個幼稚園 你知道那些媽媽的影響 好多可怕 真的 因為他們沒有小孩 都在輪流了 那你說我原來是影 大了一點 因為自己的小孩 你就會開始滑 然後又怕影響到別人 我覺得基本的衛生一定要 但是我覺得過度不行 就是那種有一些 有一些媽媽朋友 他們一定是吃飯前 所有都要消毒完 你說是誰呢 因為我很多媽媽朋友 你的眼神不好好的看人 真的 真的很多媽朋友都會這樣 除了擦手 擦小朋友的手 然後桌子全部都要擦完 然後碗筷什麼什麼都要噴完 然後甚至連去 我去那個一個媽媽朋友家 他是叫我們全部什麼外套 連鞋子 襪子都要脫 然後全部這樣噴完一輪才行 我就覺得 你這樣會不會太辛苦了 那你還會想去他家嗎 偶爾OK啊 偶爾OK啊 對 你這台 我只是有一次去一個人家裡 他不只要這樣子 然後他還看一下 電梯 想看病毒跟進來是不是 他還比較有而無形的這樣跟進 屁耶 真的啦 真的 曾經病 你在看什麼 你在疫情的時候 你們兩個不會很緊張嗎 對啊 該消毒一定會消毒 但不會過頭 對啊 疫情一定會 但因為現在已經比較沒有 那麼嚴重了嘛 只是怕有的媽媽都還是很緊張 你可能只是小小咳嗽 然後他就異樣眼光看 你要一拿酒精噴 你就想壓力也太大 可能你如果咳嗽 搞不好是你扁桃腺發炎 這個時候我就會拿出我的口腔噴霧 幫你喉嚨噴一下 讓你稍微照顧一下 喉嚨乾了一下 真的 那面也是很好 但是我覺得其實當媽媽之後 你不僅照顧自己的孩子 你也是顧到他人的健康 所以我就會被人家說了這一句 肚子這樣吹風容易著涼感冒 你知道這已經是經過醫生證明不會的 真的嗎 對 不是 那最起碼會肚子痛吧 所以起碼會肚子痛 就是 你該不會還停留在這邊 挖乾淨會感冒的那個時代 不是 我知道 不是 我跟你講 有一次去錄影 你知道現在的工作人員 就像前面這一排妹妹一樣 都是這種年輕人 然後他們都穿那種現在很流行 就是布裝 對 我就會很替他們擔心 然後你知道錄完影之後 我就去跟那個妹妹講說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記得肚臍一定要蓋著 還是說你等一下拿圍巾 把這邊稍微蓋一下 不然你這樣很容易感冒 不然你等一下會肚子痛 我其實很替他們擔心 真的 你自己當媽之後 是不是看這些年輕妹妹 都會舔替他們擔心 沒錯 我有一個年輕女生朋友 有一次是給我穿這樣露肚裝 我就跟她講說 我跟你講 你那豆仔會灌烘 然後重點是 當下她也給我喝一個 冰的火龍果汁 我說這火龍果也是涼的 然後妳這邊又遭涼 然後妳知道我朋友回我手嗎 我聽妳這樣唸我心都涼了 真的 那妳開戲的時候 那整個那種工作同仁們 妳們都會去管嗎 我會看不慣會唸一下 所以他們年輕的離我很遠 然後跟我在一起 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會互相屈難 對 他們這樣子穿真的不行 真的喔 對 我們其實真的是為她好 那我想要問媽媽們 你們這樣照顧身體 子宮都很好嗎 還不錯 真的兩個 還不夠好嗎 真的兩個還不夠好嗎 妳拿她的勇氣 跟他們進去聊下去 我一直想說 到底身體會真的在生 如果他們有生出來 應該子宮都不錯 對啊 男生出來了 都很怕再生第三個 你們都要子宮 真的 跟我們學習 好不好 好啦 艾伯如果你遇到這種 當媽媽的朋友 你是不是也是覺得很想考 因為我周遭其實也很多 跟我同年紀 甚至比我小的都已經是媽媽了 然後我就發現喔 你就會 因為像剛剛其實講話 我自己就覺得媽媽跟我們 好可怕 就是有區隔 可是講真的我覺得 妳以後當媽 妳一定比我們更會碎 真的 妳怕一定 真的耶 為什麼媽媽很可惜 有說媽媽上節目 在講一些故事 其實她也滿碎唸的 有 妳有媽媽的味道 我有很碎唸嗎 妳以後妳也是咳嗽 絕對會瞪人家那個媽媽 我不會 會直接把妳趕回家 對 妳現在是不是咳嗽 妳是不是感冒了 妳要去看醫生喔 妳去看出門 對不對 我不會 那是因為我會自己覺得 像我自己跟媽媽朋友們出去以後 我跟我幾個女生朋友就還沒有生的 我們後面就會漸漸的開始 不跟媽媽朋友出去 然後我就發現 媽媽們就只能跟媽媽們當朋友出去 因為他們聊的話題 才會是一樣的 對 然後妳就會開始慢慢的 原本大家一群的女生好朋友 就會開始分成已經當媽的 跟沒有當媽的 會分成分開兩邊 然後像就像剛剛我們 跟媽媽一起出去吃飯的時候 一樣就流行短板的衣服 妳一走進來 明明就穿得很漂亮 應該會被稱讚 媽媽就會講說 妳那個太短了吧 很冷耶 然後就明明很熱 她說室內冷氣很冷 妳不要穿這麼短 妳擔心以後那個子宮不好 妳生不出來 妳就開始恐嚇妳 她就會恐嚇妳 然後 然後就被恐嚇完了以後 妳坐下來好 那大家要點餐 然後點了餐 就說什麼… 媽媽就說好 那她去點這樣子 點完以後回來 她說點冰的嗎 我說我不是點冰紅茶嗎 然後變熱紅茶 朋友冰水果茶 變熱水果茶 我們當時拿到就說 是不是做錯 就要跟店員講說 我是點冰的 然後那個媽媽朋友 就會講說 不是… 因為我覺得這裡面太冷了 然後妳們又穿這樣子 都穿那麼短 全部給我喝熱的 然後開始聊的話題就會問妳 就是因為大家年紀也 其實是相仿 但她們都生了 她們就會開始很擔心妳 然後就會開始問 每個在座的女生說 妳動軟了沒 妳有動軟嗎 那妳有要生嗎 什麼… 那還好我是已經有動軟 我就可以跳過這一趴 但沒有動軟的 她就會開始說 妳有沒有去檢查妳的血液 妳軟巢功能還好嗎 妳會軟巢早摔喔 照妳這樣子穿衣服喝冰的 妳會早摔 妳要趕快去動軟 妳不動軟就生不出來 情願分享是不是 對 然後妳就會 明明就想說 我們今天來是要來 可能最近買什麼 然後或是哪個男生很帥 或什麼樣 結果全部都在講動軟這一趴 然後我們就覺得壓力很大 動軟 然後她們現在買的包包 永遠都是大包包 因為她們都要抓很多東西 然後就是現在流行 什麼迷你小包 她就說那個好廢喔 妳幹嘛 那個過程 因為她們小朋友還小 她確實要這些 現在我們這種都青少年 我們現在背包買的就是 來來比 來比背包誰多啊 對 真的 幼稚喔有點 不要很氣到 對 這個時候少女生的一面 還有一個就是 媽媽還會那種說 妳不要做壞榜樣 小孩子會跟著學 真的 真的 真的沒錯 比有什麼壞榜樣 對 剛剛就說了 我們譬如約在外面 壓力就很大 我跟你講 妳要是去到那種媽媽家 壓力更大 我們大家去她家吃飯聊天什麼 一樣進去先消毒嘛 就是在門口妳要這樣 全身全身 全身用那個槍這樣子 幫妳掃全身轉圈圈 然後進去以後就開始吃飯 大家吃飯聊天 然後因為吃飯 妳那個餐桌那些有的椅子 就是妳要聊很久嘛 所以妳可能吃飯吃一次 吃完以後聊聊妳就開始痠了 然後我們幾個女生朋友 因為以前就常去她家聚會 所以就是大家坐相很差 就可能吃一次吃一次腳 會這樣上來啊 對 或有的女生就腿痠 我也會耶 我也會這樣盤耶 會這樣盤腿這樣子吃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因為小朋友跟我們是不同做 所以我們這樣子坐相 妳也不會被他們看到或什麼的 她就在家 她要講說 妳不要這樣坐沒坐相 我小孩子會學 我就說 可是這樣坐會怎麼樣嗎 她說妳這樣我以後 小孩就不會好好坐了 妳這樣盤坐 會影響自己盆 對 對 然後妳子宮就會後傾 妳以後就伸不住腳 真的 會傾斜 對 她就說 妳這樣坐沒坐相不好 然後妳就變成 好 那大家吃個飯聊天 還要這樣子做得好好的 好累喔 然後吃個水果土桃什麼的 那當然理所當然 我就用手這樣拿著死這樣 不然咧 被打走咧 她說 妳要用叉子 她說妳這樣待會被我小孩看到 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 小孩子就是妳要用手這樣抓著吃 妳那個身體才會強壯 然後掉到桌上 也不能吃 因為掉桌上我覺得還好 就一樣也拿起來吃 她說這樣子不行 我說為什麼不行 桌上妳又不是沒有差 妳有差吧 她說不行 這樣我看小孩會學 我說拜託 我小時候我去夜市逛街 我先草掉地上 我都撿起來吃 我現在想得多好 每個媽媽其實都會有一本 睡念詞典啊 就是永遠真的有念不完的事啊 你講什麼他們都有得念啊 但有時候睡睡念真的是出於關心 那還有哪一些媽媽這種職業病 是網友受不了的 我們急又遠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排行榜上的第四名就是 只是喝水嗆到咳嗽兩聲 舊星級的代表是 對 太極深了 再來百分之十二點八喔 可能就像亮景姐剛剛這樣那麼緊張 那另外排行榜上第一名呢 就是 明明沒有發生的事情 卻可以腦補各種 壞情況的發生 這占百分之三十五點五 有網友都分享說 不知道為什麼 朋友當上了媽媽之後啊 都位於抽摸到 有點像是被害妄想症 因為呢他那時候就跟自己 其他的朋友一起 就是一起就是投資 開了一家那種咖啡廳 那當然就會想說 邀自己的姐妹一起來咖啡廳 聚聚嘛 一起來沾沾喜氣啊 請他們來體驗看看 覺得這裡好不好有什麼地方 要改進 那當然呢就請到了這位 媽媽的好閨蜜 結果呢這個媽媽閨蜜 她就一直在那邊 跟她提醒就說 現在咖啡廳真的很難賺啊 那投資真的要小心啊 你們給我多少多少 你看這些都是投資失敗的經驗 他們都有多慘什麼 這讓他們就覺得到 開店那種好性質 完全就被這個朋友 給破壞殆盡 好啦 凡事呢 都在還沒有發生之前 就先擔心東 擔心西 是不是這些當媽媽之後的盡頭咧 這件事情 對欣怡來說是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對 就是超前部署 計畫是吧 對不對 因為呢就是計畫 永遠趕不上變化 對 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要很悲觀 不是悲觀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要 萬一當下遇到什麼狀況 我們可以隨時去應變 那因為當了媽之後呢 我就是非常注重 就是各式各樣的藥品 因為以前其實呢 出門的時候 不會想說帶那麼多藥 但是你知道小朋友出門 就很擔心她可能突然感冒 突然肚子痛 突然幹嘛什麼有的沒的 然後有一次呢 就有跟我一群姐妹們 然後就到了一個 就是很漂亮的公園 然後他們就想要那種 網美野菜 你知道 穿著短裙 然後拍漂亮漂亮的美照 然後你知道呢 在公園裡面 什麼東西最多 蚊子最多 蚊子 然後蚊子就是媽媽的天敵 然後當下我就看到 我那些女生朋友 就像奕萱 好像Apple監傳這樣 露那個腿的這樣 我就真的看不慣耶 你們不怕蚊子嗎 要捐血故事啊 捐血故事啊 不是 因為你知道那個 蚊子一咬下去之後 那個癢 然後而且還會這樣一個一個 包一包很可怕 對 然後我就開始拿了那個 噴的那個 你知道防蚊液啊 什麼就開始幫大家抹啊 噴啊 然後所有的這些姐妹們 完全就是一個 嫌棄我到不行的那個臉耶 我覺得妳很好耶 好朋友 好朋友對不對 真的 你們不噴防蚊液的嗎 對喔 噴啊 但是那個臭不臭 對 她就是說這個 她說我今天香香的來 噴了香水 然後等一下拍完照 我就是要去冤會幹嘛的 然後我搞了一堆 腸腦油的那個味道 真的 對喔 腸腦油真的太大了 腸腦油真的太大了 然後呢 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出國 然後我們就去日本玩 然後到了飯店的時候 他就說 妳那一大包是什麼東西 就大家要約我這麼大包這樣 我說要啊 我說 她說妳幹嘛要帶藥 妳去日本幹嘛帶藥啊 對 妳去日本幹嘛帶藥啊 不是 日本買藥不是很方便嗎 對啊 都從日本買藥回來啊 萬一呢 就是遇到水土不服的狀況 然後呢我就帶了很多的感冒藥啊 頭痛藥啊 解酒藥啊 有可能要喝酒啊 然後走路呢 防酸痛的藥啊 那都在那邊買就有了 對 重點來了 我朋友就說 我們來的是藥妝大國日本喔 對啊 然後我就說 不是 因為我怕呢 有些藥呢 帶當地嘛 我們會水土不服 她就說妳現在把藥包打開 然後妳去打開 全部都是藥汁啊 對 他說全部日本品牌 妳在幹嘛 真的 但是就是會有一種覺得 萬一當下要吃 吃力道怎麼辦 以防萬一了 其實剛剛有講到那個 水土不服這件事情 我朋友最近要去泰國玩 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一定要怕水土不服 因為大家都知道泰國比較熱 那那邊的衛生環境 其實可能也沒有 因為熱就比較容易 那我們可以在那裡喝冰水嗎 因為好熱好熱 但是我可以加冰水 請你行李箱裡面 先帶一罐台灣水 混一半 我裡面一兩罐 因為我怕你水土不服會拉肚子 我真的沒有那麼脆弱 結果點個摸摸喳喳 還要熱的摸 真的 像之前我們去內地拍戲幹嘛 就是也會怕水土不服 我們真的會準備一罐 因為如果你一旦水土不服 你可能隔天就會冒豆子 或者是會腸胃痛 就反而壞了你的性質 所以為什麼老祖先傳下來 智慧可以用用看 老祖先 你為什麼沒有帶一包土呢 水土 是不是忘了 對啊 好誇張喔 老祖在房間床頭這樣 所以我覺得傻在床舟 應該是不用 但是如果去泰國 像我朋友他們去泰國捨很多 我之前會建議他們帶石頭 怎麼不帶黃酒 黃酒 對啊 自尊飯店吧 不是 現在網路新聞真的太多了 像是泰國緬甸這些地方 我就跟我朋友說 你出去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就是 哪怕你上哪一台計程車 你就是拍照給我看 就是如果真的 不幸萬一被怎麼了 我起碼我有這個證據 可以給警察 他們追蹤 還可以追蹤 對 還可以追蹤 對 還可以追蹤 不是 我是擔心 對 但是我也是祝福他 順風 平安 你會不會太 太那個什麼 庸人自擾 真的 我是擔心 雖然擔心是好 但是是不是會有點太多 我就真的感覺 你聽了你就會覺得說 是在詛咒我嗎 因為像我之前也是 跟媽媽的朋友出去 然後就是因為 我中午的時候 有的時候都會 就是看一下股票 然後就跟媽媽吃飯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滑滑滑 他就看一下 就是你有在玩股票 我就說對啊 然後我就跟他分享 我就說像我爸媽 從來沒幫我們存過什麼紅包錢 所以我都會長大以後就是 我們都有存 但是這個 我中午的時候被花掉了也不知道 對 所以就是紅包都被爸爸媽媽收起來 但是你都不知道 爸爸媽媽之後是怎麼幫你用的 然後我就說 我之前有看什麼 就是像韓國啊 或是什麼美國 他們都很提倡父母就是把 小孩的紅包錢存起來以後呢 就是叫他們買一些什麼 ETF或是什麼基金好的 然後就讓他從小就 培養理財的觀念 所以我那時候在晚上 我就跟他講說 你有幫你小孩存嗎 他說有 要有紅包錢 我說那你紅包錢以後怎麼用 他說就是買他的奶粉啊 或者是買什麼什麼的啊 就是沒有幫他做任何的理財 我就跟他講說 你小孩長大以後 你可以叫他去買這種ETF或什麼 比較穩定的什麼什麼 他就說不要吧 那看起來風險很大耶 我說那是 你不要想的那種什麼風險大不大 因為你存在定存裡面 或是你把它花掉 那個錢就是沒了 可是那個壁值是一直在說的 錢只會越變越小這樣 對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而且你看我買這個ETF 就是比較穩的 然後他現在是有賺的喔 他就看了一下 他說 你那個一下就賠光了啦 什麼意思 那很詛咒 對 好詛咒喔 為什麼 他說你這種賺得快 你那個很快一下就會賠光 然後他就馬上回我說 我前幾天才看了一個新聞 有人買股票 那那隻股票大跌 然後他就賠到身家都沒了 他就跳樓了 然後他就說你不要玩股票喔 然後我就不敢跟他說 我也有玩股票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我們在做這些事情 對媽媽們來說 他們好像都會避開一些 他們覺得風險很高 或覺得很可怕的事情 也是因為你只有一個人 然後你如果真的萬一 怎麼樣 對 你可以自己再賺 但是小孩不是啊 或是他是家庭主婦啊 他賠掉這個錢 小孩就沒錢上課啊 對他來說 他的成本 所以我只是叫他 把他存的小孩的紅包錢 讓小孩以後可以去試試看嘛 但對他來說 他覺得那是不穩定的 因為他不懂 對啊 因為小孩不懂 還有媽媽們 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他們好愛囤貨 也是會很擔心以後沒有 或是什麼什麼的 像他們最近不是有什麼雙十一 然後雙十二也快到了 我們朋友 明明都是女生的朋友群組喔 然後有幾個媽媽就會開始在上面 貼那個連結 就是什麼奶粉 尿布 然後衛生紙 對 就是各種需要囤貨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想說 他就說大家都可以那個囤一下 但是對我們而言 我們就不可能一次買那麼多的量 因為你要擺在那邊很麻煩 對啊 重點是雙十一之間 你在那邊對啊 你剛剛家裡會囤很多東西 他鞋子裡面也囤了很多 我囤的好像是生活用盒 那是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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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衣服 媽媽們他們囤是囤到很誇張耶 我的媽媽朋友們 他們是說他們只要去那種 可能藥局 有的是有在賣奶粉的嘛 他們進去 他們是架上所有的 就先買掃光 然後我陪他去的時候 我想說你買那麼多罐幹嘛 到底要喝到什麼時候 那不會很容易結塊或過千 不會啊 就是會先算一下大概 就是到有效期間到什麼時候 然後趁這個便宜的時候 一次把它買足 而且他們買 因為奶粉每天都要喝 那個用料很快 那是消耗品質 但是我會覺得說 真的有便宜你可以搶 但是你有必要把架上的 全部掃光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不搶 他就來搶 不是 你知道像我們的小朋友都還小 那小孩子大概 我們平均一個禮拜 就喝掉一罐奶粉 那你知道 雙十一這樣子買下來 我可以省到一兩千塊 就是逛一個月的奶粉 我就可以省一兩千 對啊 差很多 那一兩千其實都可以 又買大概兩三品 可以買更多的東西 你買多一點 不但還會送玩具 而且又便宜一些 那這些都是成本 都可以再省 再省 再省 然後包括我連去日本 我問了打電話 問他說你有沒有要什麼 幫你買 他說你幫我把奶粉扛回來 我說為什麼連日本的奶粉 你也要 他想說你不知道嗎 因為像台灣的奶粉 其實就已經很難買了 因為他說會有很多什麼 譬如香港 或是大陸的 會來買台灣的奶粉 所以台灣奶粉很難買 所以就幫朋友們扛回去 他是買奶粉的朋友 我的媽媽朋友是 前陣子不是缺什麼蛋 然後有一陣子就缺鹽 因為都已經搶到 所以他們就會有恐慌症 甚至連女生朋友 我們約出去 要一起穿得漂漂亮亮 我們要下午茶 但是還沒有到那個 下午茶的地點的時候 我們可能走在路上 前面有便利店 就拉著我們要進去 只要有就立刻掃 不管是什麼牌子 什麼價位就掃 然後要不然路過超市 也是拉我們進去 路過賣場也是拉我們進去 然後你就是光沿路這樣子 買... 沒有個八盒 也有個五盒 我們每個姐妹 都要幫忙拎蛋 就是 蛋這樣囤很容易過期 但我不知道他們在囤什麼 然後他們就說 蛋其實可以冰起來 因為他說蛋的用量很大 然後我想說蛋 好吧 蛋也就算了 那鹽到底是用量有多大 就之前不是也是鹽那個狀況 他們也是這樣 一包一包的扛 我想說你每天是 鹽很久了 那是好多年前 對啊 就是任何 只要什麼東西缺貨 包括颱風貼 包括青菜要漲價 什麼他們就會鹽 先囤了再說 先囤了再說 然後我們今天坐旁邊 在旁邊的姐妹們 這樣幫忙扛 然後就是媽媽 除了囤貨一樣 還有就是那個窮擔心 也是太多 就是我覺得 擔心得剛剛好就好了 因為之前對 我們也是這一片 女生朋友們說 一直要說要去吃一家 很難訂的餐廳 然後後來我就上網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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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找到 竟然會有賣家 在代牌 代訂代牌 然後他就多收 對 只要比如說 我們這些六個人 他一個人只要多收一百塊 我就收你一個人一百塊的服務費 的意思 然後其實剩下的 你去餐廳用完餐 你在現場付就好 聽起來很OK很合理吧 對不對 而且一個人只有一百塊 然後我就跟媽媽姐姐妹們 他們講說 我有這個方法 我乾脆來買 找這個代牌什麼的 然後那個媽媽就說 不行 是詐騙 有鬼 網路上真的太多這種東西 像之前那個Blackpink的票 然後我朋友也是在網路上購買 然後就直接被詐騙 三四萬塊 那個我知道 對啊 然後就是沒有收到票 就真的就是錢匯過去 然後就票 無聲無息 可是代牌餐廳 他才收你一百 沒有 他不是收你一百 你幾個人去吃 五個人 五六個人 五百 哇 還算人頭的 還代牌也算人頭 十個人就一千囉 恭喜小時候多的詐騙 然後他就是 他是算人頭的嗎 他算人頭 就一個人只收一百 我要買六張 我就是六百而已 就這樣子 算划得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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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是基少程度的詐騙 他就跟這個人 你覺得好像很便宜 所以你就給他騙了 你也覺得很便宜 你也給他騙了 他騙了好多人之後 他就詐騙好多錢了 可是這次現在真的有這個 好討厭的是誰 然後現在其實不只台灣 現在全球都有 對 日本現在有很多這種 待定的網站 對 但他就收你服務費 很便宜 然後他就一直一直要阻止 我們不要花這個錢 等一下哪一間餐廳 你要跟姊講啊 姊幫你遞 對嗎 你要跟他遞什麼 你跟我說 幫你遞 收你兩百就好 詐騙一下 詐騙 他是朋友詐騙 兩百而已 兩百而已 為未來做準備是好事 但其實有時候真的 你如果為了這種 還沒發生的事情 然後你去想很多 去擔心很多 那種雞毛上面 其實你真的自己太累了 雄擔心 對啊 傳到囚頭自然值 把他自己給自己壓力 對 剛剛好就好 對 排行榜還有最後一名 還沒公佈 麻煩又一人公佈一下 好的 最後排行榜上的第二名 就是有時候只是想要 跟閨蜜跟朋友 傾訴抱怨一下 結果對方卻狂講大道理 好 這再來百分之二十二點六 好有網友都分享都說 自己以前 就是跟閨蜜抱怨工作上面的事情 他都會跟他一起 可能就是批評他的上司等等 兩個人就是互吐苦水 結果沒有想到 在閨蜜結婚之後 他整個180度 又再度的 180度的大轉變 他都說什麼 沒有什麼事情 是放下之後過不去 你看我生小孩都可以忍痛 孕吐嘔吐 肩頸痠痛 肚子大症這樣 全部都熬過來了 撐一下就過去了 開始給他灌滿心靈雞湯 但是我們有時候 只是想要吐吐苦水 真的不想聽道理 媽媽們 亮姐妳是不是就無法 只聽苦水 我真的無法 因為其實人生這樣一路過來 他講的我們也經歷過 就是像我前陣子有一個朋友 他跟他男朋友吵架 然後兩個人 就是原本要談結婚 然後說要生小孩幹嘛 那我聽了以後我就說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我覺得這男的不適合結婚 更別說生完小孩 因為夫妻最大的吵架的磨合點 就在生 教育 對 教育 因為畢竟來自不同的家庭 所以我就會跟他講說 如果你男朋友在結婚前 你不是男女朋友 就是這種狀況 你無法忍受 他也不能去包容你的話 那結婚之後 更別不可能期望他會改變 因為這真的太難了 連生完小孩之後 你以為你只有生一個小孩嗎 錯了 你最大的小孩 就是你旁邊這一位男性班 對 很多都是大兒子 對 沒有 我們是 我們是face to face 然後但是我那個朋友 他那個時候也是去動燃 原本就是放進去 然後說有了 我說好 有了以後 那你現在喜悅出生 OK 那你要不要趕快 先去排那個拖音 還有月子中心也超難排 對 然後因為現在很多 一定是雙新家庭 擔心真的很難養活小孩 所以保母趕快先去預訂 因為真的好多保母 真的是排不到 然後他就說 我應該有爸爸 就是我媽媽應該可以幫忙 我說好 那你趕快去問阿姨 還是說是你老公 他媽媽如果有後援是最好的 然後我朋友聽完我講完以後 他說 我以前真的是充滿期待想生小孩 可是現在聽你這樣講 你怎麼抹殺了她 剛懷孕的喜悅 可是 對 喜悅是有的 我說還是很可愛 可是半夜起來泡奶 就是真的很辛苦的一件事 繼續講 要繼續講 就像你剛剛講的 我知道 但是因為她現在 就是在這個喜悅 她現在正在開心 是未知的 那這些就是要她自己 慢慢去體驗 對 但我只是 就是真的 我不希望她再跌倒 因為我真的在面臨 在找保母這一塊 我很辛苦 不是 但是真的要跟你講 對 然後後來 我朋友 她小朋友沒有留住 然後我就會說 那你要不要再繼續去動我 他說其實我 聽完上次你講的 我就不想動 是不是 你又扼殺了一個孩子的出聲 搞不好那個小孩子 本來已經要到她肚子裡面 對 孩子自己聽了 現在壓力都大 沒有那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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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兩個聽了 我們那個卵子 都已經縮回去來了 都被壞了 沒有那麼嚴重 太壞了 太壞了 他們在躲在角落 就是要發了 真的要為雨綢繆 就像說是 我會跟他們講 算你們單身 我就會說 那你們還沒有結婚 如果你們真的不想結婚 你們要記得買長照鞋 不是 你真的有辦法保證 你這輩子都會像現在這樣賺錢嗎 等你老了沒有體力 你不會賺錢 起碼你長照錢保險下來 你有能力 是不是聽起來 真的要在詛咒我 沒有 沒有 那是真的 你不覺得這樣人生很累嗎 就是有時候想了一輪 然後就到那時候 然後這些事情都沒發現 你為什麼要浪費自己的 腦容量跟腦細胞 在我不是做媽媽之前 朋友講這些我聽不懂 可是真的是 他就把他體驗一分講給大家 我要再投一下 養兒當吃父母恩這件事 確實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當媽之後 其實會有點換位思考 以前我們女生聚在一起 就會講到男朋友怎麼樣 男朋友的媽媽怎麼樣 他是媽寶 然後媽媽今天又怎麼樣 然後女生聚在一起 是不是就會開始 你知道 murmur一下對方媽媽說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子 有一天我一個朋友 就是在我當媽媽之後 來跟我討論這個事情 他說你知道嗎 我男朋友多誇張 他說我們一起出去逛街 還有他的媽媽 然後他說從頭到尾 如果媽媽就一定要這樣子 勾著他的兒子 好像就是有一點 宣誓主權 這是我兒子 那種感覺 然後呢 例如說要吃什麼 那我也說女朋友要吃什麼 還是媽媽要吃什麼 媽媽一定就會先說 我想吃鐵板燒 然後就好像要聽媽媽就會去 然後他就在那邊說什麼 這很誇張什麼的 以前 在少女時期的各位 是不是就會開始說 這很誇張耶 那媽媽為什麼要故意 這樣勾他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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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我本人呢 生了兩個兒子 不好意思 總有一天我也會成為那個婆婆 你以後已經惡婆婆 惡婆婆 真的 這叫換位思考 養兒幫之父母恩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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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子了 好可怕 人家牽他的手 也就不過就在那幾年了 你讓他勾一下會怎麼樣 你以後交女朋友 你就讓他自然去發展 你以後到他老婆 你可以牽他的手一輩子 對不對 你這一罐卡著 不會有人當他老婆的 你現在牽他的手 你那麼計較幹嘛 然後媽媽想吃鐵板燒 他這一生還能吃多少吃鐵板燒 你讓他吃一下會怎麼樣 你如果擔心 你真的吃不了那麼多鐵板燒 那你要買長造型 有沒有 長造型買下去 總之 你們要想到人家父母親的辛苦嗎 對 他以後一定是惡婆 好可怕 惡婆 他的嘴臉一出來 好可怕 好可怕 所以 所以 要追 要追你 你小孩的人 真的要小心 要跟他兒子在一起 對啊 是 媽媽這種真的是 會 我覺得會有這種職業病 對啊 就是因為關心小孩 然後看不慣旁邊的一些很多事情 可能就會睡睡念 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就聊聊天就好 不要去那樣 欸 這樣一直增加人家的壓力 對啊 輕鬆一點 對啊 到時候朋友就慢慢就會疏遠 疏遠了 真的 你就記得一件事情講了 他們也聽不進去 對 最終還是媽媽很偉大 是 媽媽很偉大 今天謝謝大家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